各位大家好啊 今天呢是我这个节目的第三期了 在上一集呢 我和大家呢 分享了这个法拉圣163街 价值400万美金的那个火车站 今天呢 则是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在纽约市免费观看 毕加索作品的地方 是吧 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屏幕上呢 这个画作呢 就是毕老爷的出品 是这个毕老爷 这一辈子里最伟大的这个作品之一了 现在呢 这个画呢 是收藏于我们纽约市摩玛 现代艺术馆里面 那以后有机会呢 你们想去看 我可以去带你们当地看去 当然了 我说的毕老爷不是他啊 不是这个毕老爷啊 我们说的毕老爷 是西班牙的这个艺术大师 这个法国的国手啊 这个帕波罗毕加索毕老爷 不要那么错 今天呢 你到我们纽约的摩玛 现代艺术馆 MAT 大都会博物馆 以及呢 WIT 这个怀特宁艺术馆 你都可以找到毕加索老爷子的作品 但是你要看老毕的作品 你都是要花钱的 那么问题来了 纽约市到底有没有免费 看毕加索作品的地方 你们可能想不到 还是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在哪呢 现在呢 就是大家去看呢 藏在纽约的毕加索作品 哎 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在纽约啊 咱们呢 很快呢 就会去这边看 这里呢 也是纽约市呢 唯一免费 你能够不花一分钱 看到我们毕加索大师的 这个作品的地方 啊 好 我是这个纽约市的专业官方导游 讲解的王尹 那如果您对这个纽约市的历史啊 艺术 以及呢 想听闻的最专业的美国的这方面的讲解 就请您呢 关注呢 我的频道 好 我们现在出发 带大家呢 去那边呢 就是说呢 看一下 好 我们马上离开 大家好啊 现在咱们是在纽约大学啊 纽约大学MYU 啊 我今天呢 给大家呢 介绍呢 一个雕塑啊 我们现在呢 是在它的一侧 大家可能也知道呢 咱们365度转一下哈 大家可能也知道哈 你在纽约 你想看到毕加索的作品 往往都是要花钱的 不管你是去大都会博物馆 你还是去现代艺术馆 你都是要花钱进去买票的 但是在纽约市 就这么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免费的毕加索设计作品 就是这个了 哈 这个是位于纽约市哈 MYU校区的毕加索设计的 绑发辫的女孩 哈 这个呢 是由毕加索设计哈 但是呢 是由瑞典的雕塑家呢 来完成的 它是纽约市呢 唯一一个公开免费 向公众展示的毕加索的 概念的毕加索抽象艺术的 这么一个雕塑 咱们呢 这样转过来 给大家呢 感受一下毕加索的立体概念 今天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哈 所以呢 准备出来走一走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唯一一个哈 这个 在纽约市公开展出的毕加索的作品哈 其实这个作品呢 我也非常的喜欢啊 它就是在纽约NYU的校区里面 我拉远一点哈 其实毕加索的画啊 是非常动态的啊 它两个面都是 这是它的另一侧了哈 这是它的另一侧了哈 好 是 现在咱们就围着这个作品 转了一圈了 那个好 大家呢 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我们的工作间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这个作品的来历 先说一下呢 这个作品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纽约市迈哈顿下城区 恩迈尤大学的这个布里克街 这个呢就是它的位置 环境呢 我给三颗星 但是呢观赏价值是真的值得一看 我给到满五颗星 咱们说呢 这个倒是当年施工的一个照片 咱们说呢 这个作品呢 它就叫做西尔维特大卫的半身像 西尔维特大卫呢 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人了 这个女孩子了 又叫做绑马尾辫的女孩 她是毕加索一生中的 最喜欢的一个女模特 另外我们看到这边 叼着香烟的这位先生呢 他呢就是这个毕加索一生的智友 也被称为呢 就是毕加索的左膀右背 他是一位挪威的艺术家 叫做卡尔内斯哈尔 刚才呢我在现场的时候呢 有一个口误 我说错了 对不起啊 他是挪威人 他是挪威人 咱们说呢 咱们要把时间线呢 回到的1967年 在1967年的10月17号 毕加索呢 写信呢 给他的朋友 说希望呢 他的这个伙伴 内斯哈尔呢 在纽约的这个大学城里面呢 做一个呢 希尔维特的半身像 啊 另外呢 希尔维特后来呢 也答应呢 去做这个半身像了 咱们说这个半身像呢 是现在西半球 引有的两座 公共户外的毕加索雕塑之一 啊 咱们说呢 那斯哈尔呢 和这个毕加索 自从1950年呢 就合作 一直呢 到1973年毕加索去世 他们两个人 共同合作 完成了30多件雕塑 啊 另外呢 咱们说呢 这个内斯哈尔呢 为了表现呢 就是毕加索的这个 深色纹理 深色纹理线条主义 他设计了一种呢 这种技术 叫做bottle grave 啊 bottle grave的理念呢 就是你看到后面 这个用钢丝网 连出来的东西 他呢 是要把这个黑色的玄武岩 也就是一种呢 额暖石呢 把它放到这个框子里面 然后把它康石 康石之后呢 再用这个混凝 土呢 在外面浇筑 浇筑好了之后呢 就是工人呢 和这个艺术家呢 再用了各种工具 把这个呢 就是混凝土呢 给他呢 抛光 再抛光到一定程度呢 就会露出里面的 这个黑色的 这个 咱们说呢 这个黑色的玄武岩 这样呢 通过这种手段 来突出表现 就是说呢 毕加索的这个 深色纹理线条主义 啊 正如呢 咱们说 内斯哈尔在1968年 泰晤士报 对他在报道上 他自己说过的 他说呢 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的 唯一修正过 毕加索画的人 啊 另外内斯哈尔在1958年呢 在巴黎呢 第一次见到了贝玉明 于是双方呢 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最终呢 咱们说呢 贝玉明呢 决定呢 把这块土地呢 给内斯哈尔 做这个 以毕加索的灵感 设计出来的这个 希尔维特半身像 呃 内斯哈尔的团队呢 从这个1967年的11月呢 宣布呢 成立委员会 呃 从1968年的1月到6月呢 就是做这个像 呃 一直是到1968年的12月9号 完成 在2008年的11月18号呢 纽约市地标委员会呢 把这个呢 就是算作呢 纽约市的呢 就是地标性建筑 啊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里面黑色这个条纹呢 就是黑色的玄武岩 所产生出来的艺术感 整个呢 这个雕塑呢 你看它里面 都是非常立体感的 啊 这就为什么要转一圈 这个原因 这个呢 这个女模特呢 我们看非常漂亮的 小姑娘就是 哎 咱们说呢 这个希尔维特 那就是这个希尔维特 呃 毕加索也用她呢 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种的 就是说 做了很多这种雕塑和艺术啊 呃 跟大家说呢 现在这个雕塑呢 就位于呢 这个布里克尔街啊 三座呢 这个背名设计的 这个银塔的中心 中心 呃 咱们说一下这个 咱们说一下这个雕塑的 它的一些的 就是说一些 数据吧 宽呢 是20英尺 高36英尺 重呢 是60吨啊 咱们说呢 这就是今天呢 咱们关于呢 就是纽约市呢 唯一一个呢 就是说 能在公共免费 欣赏毕加索就是雕塑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啊 感谢呢 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regist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